所以我先做一个回应,我的同事都在 请打到这一张 我要说的是 断层 前面两个字叫台北 刚才已经说明了 这是日本人取的名字 可是这个台北断层是 非我动断层 那各位看看这张图 从虚线到实现的黑色 这个叫做台北断层 不是只是出现在广词这块地 那刚刚这位女士 我很冒昧的这样子回应你 我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第一个 非活动断层的台北断层 经过台北很长的一段 包含101 万一万一万一 如果这个断层是活动断层 其实马上大家就应该要疏散 而不是广池成为避难公园 这个周围容积提高 然后建壁放大 这个为什么我们都记从容积450 降成350 原因是 如果周围的朋友们要都更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最合适的中继住宅 第一点 第二点 没有商业 这个地方的基座六层楼以下 全台湾 全亚洲第一个 区公所 图书馆 社福 育婴 拖劳 它是大家的 它如果有商业 是这个社区需要的社区商业 而不是所谓的商业区 这里没有财团 这里其实是希望大家 一同来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 也就是说这里的容积 主动从450降下来 因为将来大家都一起来读耕 以上 了解 那个我们的委员们都会回应 不是 地调所的谢副所长说 其实以巴士的原理来讲 非活动断层比活动断层更危险 因为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那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你们砖探的时候 你们的工程会把这个基底打到严惩吗 这是一个问题 它有60公尺深哦 好谢谢 那接下来 抱歉我们先针对 以上的四位民众的发言 先请我们台上的相关机关做过一 刚才刘女士这边有提到 有关我们现在引用的资料 是亚新工程顾问的 文件资料 那当时亚新这个文件资料 基本上是我们捷运局这边委员 这个是我们捷运局这边委员 先回一下 那个亚新的这份资料 其实刚刚讲的 因为地址断成这个 它不是一条线 那刚刚有提到 刚刚签名那张图 它有个虚线有个死线 实线的部分是说 它已经有定位到的位置 然后虚线的位置实际上 原则上是属于还没有定位到的位置 它可以从文件上面去看看它的趋势是怎样 就是我们才会定出这个趋势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定完这个趋势之后 我们再去钻探 那像我们捷运局的话 我们是在前面这条路上面去做个钻探 那我们的钻探数据里面 是只有几个部分有所谓的破碎 有个不停研盘的不连续面 那所以说我们才会说 我们捷运的这个部分 原则上是不在这个份资料在上面 那这个我这边补充说明 谢谢 刚刚有几位朋友提到盲断层的概念 这个概念我想还是请王老师 为我们做一个专业上面的解答 从南海地震以后 这个盲断层就被误用了 通常我们在地震前里面讲的这个盲断层 通常都是几公里深之 十几公里深 没有人做贴的地表 一两百公尺还在讲盲断层 因为你都看到它了 被挖到它 还叫它盲断层吗 所以不是 另外一个就是台北盆地来讲 它不是一个地震会发生的地方 地震非常的少少到几乎没有 我们的地震都是从宜兰花莲那边过来的 台北盆地只是外来的地震在摇晃这一个盆地而已 所以基本上这些断层 都跟地震扯不上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OK 也不会说这个地方就突然动起来 也都不会 也都不会 OK 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说明的就是台北断层 我们没有否认它是一个断层 它在两百多万年前 它是造成台北地区这些山的一个很重要的断层 但是它已经不活动了 动都不会动 我们所有的地震观测完了从来没有在台北断层化身 一颗地震都没有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但跟地震真的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盲断层基本上也不是这样子用的 应该是很深的东西 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地震里面上也去推论到它 大家忙关系 那还有刚刚提到水位 水位的部分 请我们砖探的几时来做回答 有关于地下水位 我们在砖探的时候必须要用到水 所以在砖完孔的时候 它里面会有一些孔内水 就是遗留下来的水 那刚好这个地区呢 它的土壤层又是黏土层 所以它消散非常慢 所以我们会埋涉两只水位观测井 为观测水位 特别埋涉两只水位观测井 那两孔是在BH8跟BH19这两孔 那我们是在 我们的资料是根据这两孔的量测结果 那当然它也会受到一些外在的因素影响 比如说降雨 所以我们虽然列 它那个地下水位是在地表下方2.5公尺 可是在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提高 我们会把它提高到地表来做分析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先初步回应到这边 我这边先说明一下 今天我们的部分是针对地址安全的部分 那刚才其实有一些 曾经民众有讲到说 开发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后续还会有相关的说明 会来回应各位的节目 包括开发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请孙景昊孙先生 好的 我请问一下 说我有一点 没有 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顺着您讲 你说照了X光 对不对 看它底下东西 可是你不精确啊 没有拿出去 对 钻子下去 你要把它给取量 就要控制的化石 比如说 比如说 那你要有 你要找到能够订免的东西啊 它没有帮它找到看化物 那怎么订免的 重點是你合約沒有啊 你沒有這個東西說要他去做 因為我有去請教他 我說你為什麼沒有做 那個羅先生我們後續 我在這樣建議啦 就像我講說直腸 照照那個那個那個 那些事情 你看到的東西不可能喝掉 拿出來去檢查 那個就可以訂 連這個台北斷層的年代 那時候最早什麼時候動的 大家都沒有爭議了對不對 不是啦 斷層你在這裡 你來找嘛 你找得到出來我去幫你訂年 你找不到嘛 那個羅先生 是不是不能先 把東西挖出來 各位 東西都拿出來 OKOK了解 這不是我拿的 這不是我要去 這個要去鑽才有的 你取過出來 你如果訂年 當然要訂年 他沒有找到可以訂年的東西啊 好 教授講得真好 那為什麼台北施城 沒有寫這條進去呢 當初沒有寫說要訂年 你了解嗎 你找不到東西訂年 你怎麼知道他找不到呢 這很奇怪 你自己來找嗎 羅先生 羅先生 你先坐一下 待會我們第二輪的時候 一起回答這個問題好不好 我們後面的程序先進行 那待會我們專業技師跟 跟老師一起來回答 其實這個羅先生 我們在地質專業的時候 他就給我們一些指教 其實這個問題我查過啦 你那個碳14的訂年 它的訂年的range 只能到十萬左右 那我們現在鑽出來的地層 它當初形成的年代 是在五百三十萬年左右 所以就算你取了樣去做訂年的話 也是訂不出來 這是我跟 我查了 那個資料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有去 去針對這個問題 我有去 study 它的那個 那個年代的一個認證 給你報告一下 所以即使有這個item 老師說 你要做出來 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取的樣 能不能取大 也是一個問題 王老師剛才跟我講的 好 那我們繼續 下面孫景浩孫先生 麻煩三分鐘 廣池園區